香呢 小妹 眼线百分百 今天是双十国庆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说到最近 我常常走出去 被常问到的一句话就是 瑞涵有没有名牌 有没有名牌啊 赶快告诉我 No 名牌不是用听的 任何您讲赚钱的投资标的 一定是要用功学习 可是问题是 怎么选股票才是关键 为了让您清楚了解 靠自己也能够选股 选到好标的 而且是赚钱的 就在今天特别为您请到 很多的素人专家 第一位 最近出了理财新书的理财作家 陈金莹 金莹你好 晚安 路上好 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 也是擅长基本面选股 大家不陌生的帅哥 雷大 雷大您好 晚安 日韩好 大家晚安 趣事汉匠 帅哥之一 建成 建成您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说到名牌 人人爱听 金莹啊 为什么我不可以听信 名牌 买股票来请问 如果有人报你一个名牌 那你就这样买进 但是你却 不会有人告诉你 什么时候该卖出 所以听名牌 就是让你听了一知半解 买卖也是一知半解 而且你每次要靠别人的话 你的投资细效 就会一直像水平线一样 因为你也不会去成长 也不会去检讨 到底你的进出方法 是对还是错 那名牌呢 它就是有三种分类 第一种分类叫做 完全没有根据的道听途说 第二种分类是 电视名嘴 还有艺人的精辟见解 第二种我大概知道 因为财经节目很多 然后人家怎么说 我就怎么买 这种 其实偶尔也会听到人家说 因为有时候跟进去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但是第一种我就比较不懂 完全没有根据道听途说 是不是你妈妈 陈大神跟我说什么 我就去买 是这样子吗 是啊 那我就讲一个小故事 像我还蛮喜欢去一家 小面摊吃面 大概一个礼拜会去两次 那那个老板 他就很爱玩股票 他几乎每天都是用iPad 在那边看盘看得很开心 只要没有客人 他就是一直在那边看盘 有一次真的很夸张 他竟然跟一个客人说 他晚上睡觉梦见1101的台泥会涨 那隔天他就买进了台泥 做梦梦见 是啊 如果你想买股票 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 自己也不想花时间做功课 你就跟着进去买进1101 那就是典型的第一种类型 完全没有根据得到听途说 OK 其实有第一点 我的想法 其实有些有目的性的 他现在会用很多通讯软体 用LINE 用部落客 部落格或者是网路 散播 我假设是利多消息或利空消息 我是有目的性的 其实前不久还不是很多突音那种感觉 这种道听途说的一些 可能用新的一个网路形态来做一个犯罪 看起来像是一个nobody 然后陈述一个这样一个讯息 个股不错 让你感觉好像是真的 结果他是一个towing somebody 对 散发出去之后股价 马上立即就大幅度的波动 我觉得这种还蛮可恶的 不过提到这一点 第三种我觉得就比较常见了 金颖 报纸新闻各种股票名单 报纸这么一摊开 反正记者都帮我们写好了 我们举例 他也列出来 像这种表格常见到那就去买 坦白讲我觉得 如果行情好偶尔会动 这个表格在干什么 他就是跟我们说 最近有五个重要的展览 帮我们列出相关的股票 那里面尤其有12档事法人 正在买的股票 那这样他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 他很快的帮我们把最近 比如说比较有题材 那筹码面又不错的股票 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很快的 只要买份报纸很快就知道 最近有什么股票比较热门 那他的好处就是我们等于可以节省我们搜寻成本 那坏处就是 坏处就是因为他不是我们自己去研究出来 他可能只是报纸 那个记者他把它拼拼凑凑就把它摆上来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 只能把它当作我们初步想要做功课的名单 那我们如果看到里面有我们比较有兴趣的股票 那我们去结合自己做功课 那刚好觉得说这档股票符合我们自己做功课 那觉得说他还不错有机会 那报纸也正好报给我们最近有题材才去买 那千万喔 千万不可以看了这样的表格 就把它都照单全收 那这样就真的变成股票名牌满天飞 那你随便运用你就把它变成毒药会害你的 雷达 那个报纸 我看报纸买股票其实是最简单的 不过常常会有陷阱对不对 对 像这种报纸的表格 我看到他到我会立刻把两个地方的表格通通画叉叉 哪边啊 第一个是收盘价 因为收盘价已经收盘了 你去看收盘价有用吗 讲得真好 第二个是买卖超我也会把它画掉 因为很简单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是 大部分人喜欢看收盘价喜欢看买卖超 可是你知道这间公司的获利能力到底多少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OK 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这间公司的基本面 它的获利能力多少 那你看到背后它有题材 OK 好 那这些题材到底带动画意中 那那个栏位可以留下来 是可以 但是你那个栏位是拿来做检查用的 例如它说好某个新的一个产品给它带动动能 问题它占它总体营收的一个比例是多少 如果只占一点点的话 那这个题材真的就只是一个题材性质 而不会是真正贡献它实时的一个获利 是的 所以这个表格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 先把用不到的地方我先删掉 只留下一些可以检查用的资讯 好 那我们再去按照自己的一个选顾标准里面 不适合都把它删掉 最后就可能会捞到一点点 讲得真好 那所以我把它删掉 那留下来去检查 检查还没有有答案之前是先不动作对不对 对 完全不动作 讲得真好 雷大的分享 那另外我要麻烦经理 我要继续再追 所以照你的研究策略方式 好像有一种叫做价值型的悬股法是不是 是啊 讲到价值股 大家可能会想说就是买便宜的 那这样子理论上也没错 像我的第一个筛选规则就非常简单 我只要就是股价净值比小于两倍 那本益比小于15倍跟殖利率大于3%的 只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 就是我的初步名单 所以三个条件是同时并存 是 OK 那我跟各位讲蛮有趣的喔 虽然现在大盘9000点 你以为很贵 不过这个方法还是可以找到超多这样的股票 是喔 但是呢 这样叫做便宜的股票嘛 不过我们知道事出必有因嘛 便宜的股票为什么会便宜 很多就是因为它可能基本面正在衰退的啊 没错 不然就是有大户它正在绕跑 一直卖一直卖 股价一直跌 那因为它是分子跟分母的关系嘛 股价一直跌就让它殖利率看起来好像很高 不过我跟各位报告 那样都是假的 那个叫做假的价值股 那真的价值股叫做什么 它叫做富贵满盈的价值股 所以我就是先用那三个条件把股票筛出来 然后我再把太小跟量太 就是它的市值太小以及流动性太差的 再把它剔除掉 还有啊 跟股价走势太诡异的 我也把它剔除掉 什么叫做太诡异啊 讲一下 我的方法就很简单 我是说股价表现在最后的25% 那反过来就是前75%留着 最后排名最后的25%把它剔除掉 表示它不是那种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它变成值率很高的 那种是假的价值股嘛 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档股票 它股价表现不错 并不是一直跌 而且甚至是涨的 而且它竟然还都同时符合那三个条件 而且呢 我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它是营收成长 EPS也成长这样的股票 这样不就非常完美吗 你基本面又成长 那股价表现又不错 那甚至同时它看起来还都很便宜 也可以配给你殖利率 那这样的股票就可以出来 大概20档左右的富贵满盈的价值股 那这个就是我投资价值股方法 我好像知道你给经营出了价值股的选股 有一个原则方向之外 好像还有一种 其中我股票市场当中最羡慕什么 太好了 天天创新高 所以创新高的动能股你是怎么挑的 如果你想要今天买明天就涨 那这种股票几率最高的是哪种股票 就是它创新高的股票 那其实我下了几个标题 包括第一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股市里面胜率最高的方法 那第二个是 刚刚报告过 我很量它的动能的方法 就是算股价创新高的天数 第三个有一句话蛮重要 就是股票的大行情 一定都是从创新高开始 换句话说 当我们看到股王大力光 平平创新高 高价股平创新高 很有可能大盘要再走洋了 我们可以举一个 举范例 举一个例子 那这一个是一档新云的例子 它是一档最近的大标股 那我们到底怎样去抓到这样的股票 你现在已经看到它涨这么多 你当然就知道说 那早知道你应该买 不过早知道 如果时间回到一两个月前 你到底怎样去挑出这档股票 你看K线图就很明显 那跟大红棒它创新高之后 接着就开始大涨一大段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如果比较有经验 投资人都有看过 股价创新高 接着它可能会拉回 不过拉回可能就是小拉回 但是如果它喷出 就是给你大幅的喷出一大段 所以大涨小回 是啊 那我自己做了很多统计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统计 股票股价创新高的股票 那一群股票 它十天后平均还会再涨1.1% 所以我就验证 这个创新高 它就是一个高胜算的投资策略之一 那还有一种 其实创新高的各国很多 还要挑选一下 不是大家都好就对了 解释一下 是啊 那这个我还会经过一些过滤 那有时候盘市好的时候 创新高的股票一大堆 不过里面可能很多都是 群魔乱舞的现象 有些它根本就是很虚弱 只是因为比如说 有人在炒作 或它成交量太少 我们进去以后 可能会出不掉的状况 所以我除了从第一步的 创新高天数去筛选以外 我还会把一些比较不适合我们买的股票把它剃掉 什么叫不适合我们买的 比如说很简单 它市值跟流动量 流动性太小的股票 我就把它剃掉 什么叫市值跟流动性太小 小的定义是什么 小的定义我就是用去排序的 比如说它排在后面几名了 我就把它剃掉 剃除掉 接着呢 这个就是本益比跟股价净值比 还有殖利率嘛 那这件事要做什么 它很简单 就是把太贵的剃除掉 那你想想看 强的股票一大堆嘛 那一大堆里面 如果我有便宜又强的 我就买便宜又强的 我不要买便宜但是贵的嘛 这件事就很简单 如果我一大堆强的股票 那我当然就是买 强的里面 市值大的啊 又便宜的啊 那它又很强的 尤其它又筹码还不错的 那集合这些条件 我当然就可以大幅的提升我的胜算 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叫做创新高动能股 那也就是俗称的 那个植油动能股的概念 也对哦 刚刚静雲说 大家都在创新高 何必去追 那个已经飙涨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有还不错的低位阶 不过这是跑短的运用策略了 说到那个比较放长的中长期投资 我就想到观众朋友很喜欢的雷大 雷大 所以今天你跟他分享一下 就行情比较迷迷糊糊难转 所以现在的投资要赢的策略 你的看法呢 其实像我们这种价值型投资人 最喜欢就是行情乱七八糟的时候 所以现在你最喜欢 现在其实还不够乱七八糟 才跌那么一点点而已 一点感觉都没有 是哦 但是其实我们做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找好公司便宜的时候买 所以现在重点在于 什么是好公司 什么又是便宜的时候 那以股价来看的话 至少会有三种走势 一种是先跌下去之后后面涨 另外一种是完全通 股价完全是平的一样 后来开始涨 第三种是创新高之后后面又继续涨 这三种其实都是价值型投资 但它重点在于股价跟内在价值中间的差距 股价跟内在价值所指的是什么 股价我知道就是黑板上的价格 那内在价值呢 好 内在价值简单说就是我们要讲 大家都讲我们要买好公司 好公司 对 那好在哪里 对对对 好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用基本面的一个数据去支撑 这个好公司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挑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指标 第一个就是你要比同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高 这才最好 那业所指是同一个族群吗 同一个产业 同一个产业 你可能龙头一定比第二名好 比如说IC设计龙头是联发科 这样排列下来 对对对 那在这方面来讲 因为我们投资当它的一个长期的股东 最重要的是要看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数据 所以你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要能够超越同业 这个数字代表说公司在替股东赚钱能力比较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除了赚到钱 你还要赚到现金 因为账面上的获利跟实质上的现金是两回事 没错 所以我们第二点 你要能够创造现金的一个能力 第三点是它必须要维持多年的能力 也就是说它必须能够持续赚 不能只白一点点 对 你的钱要每年都赚 你不能公司只赚一两年 后面三年亏损不行 对像这一种的就绝对不能够长期持有 OK 好公司知道了 那接下来还帮大家来了解一下 找好公司财务指标这是您的擅长 所以像刚刚我们列出三个一个基本的重点 那我们当然要讲说 ROE股东全域报酬率 它的数字要多大 最基本的基本值大概是15% 15% 15到30%左右 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一个比较好的标的 照雷大众应该是也要比大盘强 对它这个15%到30% 尤其很多20几% 30%算很好的公司 对啊 那股东全域报酬率这个是很棒的 所以它的筛选应该这个条件算是比较严苛的 严苛的 对所以能达到这个其实很多公司 应该公司已经算很少了啦 我应该可以这么1500加里面 应该比率不大了 所以雷大竞挑细选 因为我觉得1成5 3成其实算很不错的 有的人连1成都不到 其实像只要有获利的公司里面 我会给它列一个最低的低标是要10% 10%以下是完全都不考虑 所以会亏钱的公司完全不考虑 10到15的话呢 有些公司它如果有产业地位比较特殊一点 例如像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是它规模很大 所以它ROE大概只有12%左右 没有到15% 但是它防御力强 所以在这里面我自己的个人标准 我会把它放到这个筛选的里面 虽然它没有到15% 但是它就不会有后续的一个成长动能 那15到30以上就会是更好的一个部分 在资产配置上就会配的比较多一点 自由现金流呢 自由现金流的话 我们赚到了这个获利 但公司你可能还要再做一些扩厂的动作 可能还在投资资本设备 那如果你没有自由现金流的话 你就必须跟银行贷款 不然就要跟股东伸手要钱 可是好的公司来讲 它应该能够一直赚钱一直获利 所以只要有自由现金流 它就不必去跟银行做一些借贷 所以不会有利息的支出 同时也不会去跟股东伸手要钱 不然够钱可以让它周转就对了 对 没错 第三个指标就是营业现金流对上税后净利 这是一个监控指标 监控的意思就是你很怕公司会变坏 那公司变坏的话一定是你本业先没有赚到现金 那本业没赚到现金的话它一定先变少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营业现金流 那平常我们看的EPS都是税后净利对上股数 那我们现在把营业现金流对上税后净利 当你的现金比你赚到的钱少于一半 尤其最近这一年少于一半 我就把它列为一个警戒的一个系统 就不行了 通常的话如果这种状况下 存货跟应收账款又飙高 这种我就立刻把它给略过 现金少存货又高 存货又变高了 那压力就双重了 然后应收账款又收不回来 那就可能就会有危险了 所以财报很重要 五年以上这么多 看五年以上的资料是比较安全一点 精挑细选 有一些的辅助指标 不要录掉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的指标里面 通常会看五年左右 尤其是如果有不景气的时候更好 因为你可以看它的一个 在对抗不景气的测试压力 所以说至少上市规定要超过三年以上 这一点 另外一点董监事持股 它有一个法规的一个基本规定 按照公司资本而不同 它会要求你一定会有一个持股 总监事持股大过一成 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以这个挑选标准 我觉得是它有没有跟股东站在同一边 讲得好 如果像 你这公司够不够 因为你有心在公司持股比例才会高 对不对 对 像高持股的通常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像关股 关股的话比方说像中钢 中华电信都是有关股的一个性质 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公司的子公司 例如像有一个叫昆鼎是焚化炉 它的母公司就是中顶 所以那母公司持股就会特别高 第三种的话就是家族型 它家族把这些持股都握得很紧 对 那就算在不景气的时候 不景气可能它一时会获利差 但不景气的时候 公司的老板都没有把股票给卖掉 OK 那我会相信他愿意跟股东站在同一边 但是如果要卖掉 持股比降低那就不行了 那就是会有点危险 对 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 建成帮我做个插播 前阵子2384盛华 好像就是你知道吗 出了问题之后公司还有换掉 老板的儿子董事席次拿掉 其实它盛华的争议性一直都很大 这几年的股权各方面变化 其实如果看董监持股的话 一直都不是都特别高 那最近出的问题是资金流的问题 其实一家公司的现金流很壮 你去看他的手上自有的资金 还有速冻比例流动比例都超级低 你看到这样的话你敢买的话 我觉得你也蛮大胆的 什么叫速冻比例 就是说针对他的营业资金 我让现金流的部分 我可以变现的一个情况的比率 如果太低的话 代表说你这公司的现金资金上面 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那我记得我去看半年报来看的话 应该他现在手上的自有资金 好像只剩下五十几亿样子 你是不是盛华 盛华好像就是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当然盛华也是前一段时间 大家很喜欢听的一档名牌 对 一档名牌 对啊 其实我演讲那么多一千多场 每次面对投资人来的时候 他们都说有什么名牌 说实在我跟大家讲没有名牌 那我代我的研究员 也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还有题材面 我觉得不是只有中哪一个 我四个都要看中 而且我有顺序的 第一个是基本面 第二个是筹码面 第三个才看技术面 第四个才是题材面 那基本面很重要 没有未来性 那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搞头 是 然后呢 筹码面包括价根量在内 包括法人大股东 刚刚讲的大股东 这个大股东有没有申报转难 这个都跟筹码面有关系 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 那技术面是过去统计的东西 它可以参考是一个买卖点 但是不能用完全技术面 就不管基本面科方面 你就可以认为说 这张股票会大涨 因为它是统计出来的东西 过去不代表未来 所以听懂了吗 今天在第一阶段 透过三位专家 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名牌不是用听的 是用功来的 所以我们进广告 我有点时间留给雷大来讲 那如果造那么严格的挑选 他挑出哪些的标的 与您做一下分享呢 刚刚建成说 他说四个面向 基本面 技术 基本面 筹码面 技术面跟题材面 前面三个我觉得最重要 因为我在教研究员都是 基本面第一个 然后筹码面 基本面就像雷大讲的那个财报 财报是其中一块 然后产业的预判未来 这是一块 当然一般投资人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当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筹码面就包括很多 跟筹码有关系的 包括董监持股 法人有没有买 对 融资啊 还有价跟量的配合 我觉得量就把它放在筹码 那技术面的话就完全是指标 形态或者趋势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它是第三个 那最后才是题材 我觉得这四个如果结合在一起 都符合的话 应该是一档标股吧 而且要记住 它是并存的 and不是all 不过话说回来 真的叫投资人说 每天看到你贼那么用功 大概就他们了 研究员很辛苦 还有包括选股票 真的投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今天光要听个名牌 就想要投资买股票赚钱 真的没有那么样的简单 我最常听到投资的市场上 还有一种声音说 便宜便宜就好了 没什么钱钱买贪 乖小孩 所以雷大常常讲说 挑便宜股票 其实如果要简单挑便宜股票 也有一些心法 像投资就是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分析 第二个动作就是股价 对 所以我们现在讲便宜 它就是一个估价的一个技术 那价值投资的观念里面 你买一档股票 就像买一间公司一样 算跟人家合伙一样 你合伙一年最后就是要分配它的收益 所以我们比的就是你的收益 好那从你的 如果我们现在在股票市场里面买股票 你的得到的收益就是EPS 公司的EPS 你买进的成本就是你的买进价 所以我们把这个公司的盈余 除以你的买进价 就是得到一个叫盈余殖利率 就是我们现在 把它一间公司近世纪的EPS 把它除以你的买进价格 就等于是盈余殖利率 例如我们现在如果有前两季 第一季第二季 好那我们再把去年第三季 跟第四季加起来 这样就有一个 接近一年的一个数字 因为年报还没出来 所以我们就用近世纪 来代表一个最新的数据 懂了 除以现在的 你想要买进的价格 我们用这个东西 是来决定你的一个 买卖的一个标准 对当盈余殖利率很高的时候 表示很划算 盈余殖利率很低的时候 就不划算 所以我们要设定一个标准 才能确定这个 它是不是一个划算的投资标准 对对 因为我们平常钱是摆在银行里面 那银行摆一年是有个 定存的一个利率 对 好那我们投资的标准 你拿这个 拿跟它做比较 但投资一定有风险 所以当你把钱丢到股市里面 你就要有更高的盈余殖利率 来去cover掉你的一个风险 您上来一下 刚刚那个盈余殖利率 再把公市拉出来 听仔细了 我问一下浩斯雷达 就是说你看 如果它是高的话 一定是分子比较高 然后这边是小 才会让它盈余殖利率高 所以价格很便宜 但是却赚很多 这叫做盈余殖利率高 值得投资对不对 对像例如假设今天一个公司 它的股价通都没有动 假设它都是50 那它的EPS呢 它的EPS如果它是5元 那盈余殖利率就是10% 好那在这时候 假设它现在是创历史新高 但是后面它也有可能 在创历史新高 因为它的EPS如果持续成长 近市值变6元 这么样你回头看之前 这样其实算便宜 对这就是它内在价值 不断的一个在成长的一个过程 可是有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它未来会几元呢 我这个怎么估呢 先看它的每个月的一个营收 和营收的一个年增率 这是第一个 第二它营收成长过程中 它的三大获利率 例如毛利率 营业利率 跟税后净利率 有没有维持住 如果有 我们就可以去估算出 它预估的一个EPS OK OK 好例如我们看像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它的EPS 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近市季EPS 其实跟每年都差不多 大概是5.20左右 那10月2号收盘价是 91.5元 所以我们把它 用这盈余殖利率的公司来看的话 它大概就是5.73% 这样算好吗 我们可以再 用这一个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 像中华电信 它过去 你可以看到 股价涨起来 这是因为它减资的一个关系 中华电信 它基本上股价 大概都维持在这一个部分 红色是股价 对 红色是它的一个月均价 对 然后蓝色是盈余殖利率 好 那我们可以看它月均价 跟过去盈余殖利率的一个比值 看出它的一个历史高低点 那因为它这个 它实在是相当的一个稳定 所以它变化不太大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找它相低一点 差不多一个过去的平均值的一个数字 把它当作你自己评估的一个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中华电的数字 盈余殖利率历年来 你可以看到它一直维持在5.6 5.8 月份 对 这是月的盈余殖利率 所以它很稳定嘛 都保持在5点多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中华电信是定存股 就是因为它的获利稳定 股价也稳定 所以它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标的 但不好听叫大牛股啊 对 不好听一条大牛股 都没叮当啊 您是不是还有举下一档标的 汉韦科 这股厚耶 对 你可以看到像汉韦科 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 你会觉得说 大部分人只看股价 所以我们一开始看新闻 它一定列股价给你看 列收盘价 但你会看到它股价一直上涨 对 那它的盈余殖利率却一直下滑 为什么 因为它的获利没有跟着一并上涨 没错 导致它变贵了 当它变贵的时候 你丢进去 你就会有风险存在 是 对 那你丢下去的时候 如果它又下跌 那你就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风险 如果它今天 今天汉韦科在这边 盈余殖利率这么高 就算它下跌 它盈余殖利率就会飙更高 对 这么一来你的风险就相对低 对 因为你的收益是很高的 可是当它已经上涨到这里 但是它的盈余殖利率没有相对的提高 也就代表它内在价值 没有跟着一并的成长 这么一来 你在这种状况下去切入它 你在这种状况下去切入它 你的风险值就会飙高 你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大盘高涨的关系 所以你看这几年 这几个月到现在 汉韦科也一直狂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盈余殖利率都相当低 好 那我们要比较一件事情 你要思考 你把钱放在银行一年定存 了不起 1%多嘛 没错 那你再放到这股市里 你的收益大概只有2.69% 这样去思考这样到底有没有划算 我觉得要是这样我就买中华电 它5%不是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张比较图 比较图 你可以比较一下 例如你看像中华电信 那它可能就5点多 对 那汉韦科可能就2点多 对 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 你就可以看出来 对你来讲 哪个东西的风险高 哪个风险低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了 看到这张图 我好有感觉 所以雷达 你们看仔细了 2012年两者差距不高 对不对 就一点点 所以2012年你买汉韦科跟中华电 其实差不多 对 可是要每年追踪 2013年就发现差很大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 它的值得率太低了 你应该是要中华电为主 这时候就应该要换了 对不对 对 你可以进行转换的动作 OK OK 转换也有很多技巧 例如你可以进行分批转换 什么叫分批转换 例如假设你手上有两打汉韦科 因为股价涨盈于实际是掉下来 对对 那你可能会希望说 我希望它后面再继续涨啊 如果我现在卖掉 我之前成本那么低怎么办 OK 那你就卖掉一半 一半可能转换到其他的股票 另一半你可能继续留着 好 对 用这种转换的一个技术 这么一样你才不会 有的又溜走了 对啊 对啦 所以进程啊像这种多空比较不明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乱去放空融券这些 应该说很多人看一档股票 他明明就没赚那么多钱 因为他一直涨一直涨 你越看他越不爽 就想要空他 我跟大家讲 除非他的筹码面出现凌乱了 然后现行上已经出现 真正开始走空的时候 你再去空他也不吃 你不要去摸头 对 你摸头不小心又被嘎怎么办 我觉得说等他趋势成型了 你再去赚那一段 我最肥的那一段就好了 所以不需要在最上面的时候 很勇敢说 反正你那不赚钱 亏钱我就要空你 我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其实法人的动作 除了观察一些的外资 还有包括了投信 别忘了投信 每一季都是要 基金 绩效 做账的 所以我们进广告 回到向好之后 让金银带大家来看 如果基金的角度 来选股股票 怎么挑呢 还有一点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投资 那么努力 我听了雷大金银跟建神的建议 买了股票 赚了钱 结果被台版的华尔街之狼骗 这是真实故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够了 连他都想买股票 今年又有选举的这样一个利多题材 坦白讲 雷大现在 correlated 顺客